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亮 今天啊 久違了 連打了一天的傳說對決 輕輕鬆鬆的上到了星耀 那今天連打了這麼久呢 我使用的是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 這隻手機呢 它搭載了最新的高效能處理器 展現歷代最穩最卓越的表現 任何APP呢 都能順暢不卡頓 尤其是我們在玩這種 競技類手遊啊 像傳說對決這種遊戲 它不卡頓呢 是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有一點點的lag呢 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的發揮啊 那千萬的不行 我今天呢 也是打了一整天的傳說對決啊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 它展現出來的續航力 但相當了不起啊 基本上啊 我們充滿電 連打8、9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相較前一代S22 Ultra 續航力又提高了22% 相當的厲害 欸 怎麼帶斬殺啊 我想清完兵 閃現走的 斬殺我是有點尷尬啊 這把啊 還是得祭出我的老夜叉啊 好 沒大了齁 好 那我們在長時間進行遊玩的話呢 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手機非常的燙 我們手機如果太燙 散熱功能不好的時候啊 那是很困擾的一件事情 隊友好像有一丟丟的不太妙 換了好幾顆頭 喔 對面的蟲子2400了 OK 逮到一個 他都不開大欸 喔 隊友已經把他們貫穿了是吧 沒辦法了 OK 這邊中塔沒有爆非常的賺 像我們啊 基本上打遊戲都是開著 我這邊來 先來個大閃 等一下再繼續聊啊 這邊有人先來送我們 等等再繼續講 基本上我們打遊戲呢 都是開著這個 高增率模式在玩的啊 高增率模式最怕的就是什麼 最怕的就是手機過熱 因為他非常非常的吃這個效能啊 那我們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呢 他就完美的改善了這個問題 我先殺個人啊 不急啊 不急啊 小精靈 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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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你們知道啊 有時候打遊戲打久啦 那個手機啊 就會發燙 尤其是我們還 插著電在充電的時候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就改善了這個問題 他的散熱功能啊 非常的厲害 這個手機呢 還有一個 智能調節螢幕的功能 他可以根據環境光源自動調節成最合適的亮度 還有一個模式就是護眼模式 可以減少藍光刺激 基本上你可以想成已經自帶一個抗藍光眼鏡的buff 對眼睛的保護也是做得相當到位 那除了我前面講的那幾個優點以外呢 這個Samsung Galaxy S23 Ultra 還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他有一個超明亮夜間自拍 前置鏡頭升級1200萬畫素 搭配高效能晶片運算 夜間自拍的時候呢 會更加明亮細緻 就是這麼能拍 晚上拍起來跟白天拍起來沒有什麼區別 號稱是手機界的單眼啊 那目前呢 是使用6.8吋的大螢幕 他搭配的這個曲面螢幕的設計 可以大大的提高我們可視範圍 然後還有手感的舒適度 拿起來就覺得那個 符合人體工學啦 你們懂嗎 我這邊先殺個人啦啊 我也要讓他舒服一下 拿起S23 Ultra 我打起遊戲來啊 看真是有如神柱啦 各位 好啦 那我們就漂亮的結束這場遊戲吧 阿 還是老夜叉啦 那我基本上呢 也是用了這支手機打了一整天的遊戲的 那 想跟大家分享一點使用的心得啊 第一點當然就是 一直在說的 我覺得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種 在打手機遊戲啊 尤其是有禁忌的情況下 我們不容許手機出現任何一點卡頓的情況發生 所以呢 這個 手機的效能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的處理器很重要 它不能讓我們打遊戲的時候一直掉幀 一直掉幀 如果你們自己有在開高震率玩遊戲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知道 如果你手機只要不是拿這支 大多數 我說大多數 都會一直掉幀 啊 你們自己想一下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就拿這支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 的時候呢 基本上啊 沒有遇到任何掉幀的情況 然後大電量就不用說了 因為你充滿電機了 至少打八九個小時都不是問題嘛 總而言之呢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 真的很屌 你們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去試試看 好啦 我是阿亮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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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